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茂公现在召集了农民起义军一共有两千多人 这两千多人手里边还没有兵器 除了原来属于尤俊达手下 齐国元手下 王军可手下的陆林英雄有英手的兵器之外 其余者都是放下锄头 放下粪叉子到这参军来的 没有兵器怎么办 徐茂公就想 得想法从隋朝的官军手里边得一部分兵器 这部分兵器得怎么得呢 徐茂公就想到这个军事行动 把魏文通捉住之后 徐茂公先造了一个假象 让人给他报信 说要上蒲州 同时在魏文通在这庙里边待的这一天期间里边 让首席人私下议论 咱们下一步上哪儿啊 咱们上蒲州 给魏文通造成这么一个印象 这帮起义军下一步要取蒲州 实际上不取蒲州 这也属于兵不厌诈呀 魏文通带着这个消息就回来了 徐茂公料到了 给魏文通让程耀金这么一收拾一打扮 魏文通一肚子怒火 见了杨林之后 杨林一看把他的同官帅如此侮辱 也必然是怒不可 魏文通又带来这么一个起义军要上蒲州的消息 作为杨林 这个征战了一生的军事家 他肯定要趁虚而入 杜皇和随后偷袭 你如果随后来偷袭我 这正好就中了我的计策 徐茂公早已经就相中了夹稻沟这条路了 把魏文通送往通关之后 徐茂公随后就用船只 把这两千多人都给摆渡过来 百度过来之后就埋伏在夹斗沟的两边山坡上 没有兵器 徐茂公一看这个地方占地力 用不着兵器 就告诉这些个起义军呢 都用那大石头 大块石头搬到山顶上去 都运好了 把那个树锯下来 树头刷掉 成了圆滚子 拿绳子兜着 在山顶上拉架子等着 所以杨林这个队伍一进来 勾塘子一看充满了 啰声一敲 邦声一响 两山头一起往下放滚木 扔石头 这家伙 大石头 有大山顶的斗铺上 往一咕噜噜噜噜噜噜 带着烟蹦着就下来了 那大滚木 呼 带着风就滚下来 隋军在这沟汤子里边 跑不跌倒 不等走这滚木下来 咔嚓一撞的话 连人带马就全完了 这一来 太山汪杨林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一个是他没有想到 能在这射服兵 再一个 杨林对起义军有多少人不摸底 没有能够做到知己知彼 更大一点 是杨林轻视了这帮起义军 他觉得你们是一帮乌合之众 尤其是听魏文通内说 拿着鞋带刀掏灰爬的队伍 你还能打仗吗 你能懂得这个吗 可没想到恰恰就中了徐茂公的埋伏 杨林一看 两山头滚木雷石 往下这一滚 杨林急忙一带这批风雷帽 吩咐一声往下给我撤 说声撤 这沟堂子里边的隋军就乱了 为什么 这个地方指挥失控了 究竟是往前边跑 还是往后边跑 谁也弄不明白了 有的想着往前边跑 有的就想往后边跑 互相滥撞 两边再往下一砸 尸横遍野呀 战马东倒西外 死了不少兵器 扔得可地 杨林呢 幸亏这匹马好 这匹马青春后跳 他就出来 杨林出来的时候 魏文通端着大刀 刚要进这沟门 魏文通一看这有埋伏 他赶紧一拨马 也出来 他等着杨林 他得接应王爷 他生怕杨林出了事 这样是泰山王杨林 在这沟堂子里边死的这 这魏文通担待得了吗 他一看杨林催马出来了 王爷 您怎么样 老夫没事 这 哎呀 魏文通 你是怎么打探的消息 你不说他们上铺招了吗 啊 是啊 那他们怎么又回来了呢 呸 无用的东西 杨林现在一肚子气没地儿仨 就冲着魏文通来吧 正这个功夫 就看四面八方 炮声一响 感情这夹道沟外围 也埋伏着起义军的队伍呢 就看一个人 胯下一匹昏鸿马 手中蹲着车轮大舞 远远奔着魏文通就来了 哎 喂 魏元帅 往哪儿跑 现在已经被我等包围 还不瞎马背忙吗 魏文通在马上一蹲刀定睛一瞧 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他一看对过来的正是成鸟筋 魏文通心想就是这小子 他把我茶沿着抹粉穿上红裤的绿袄 打扮得像海力怪一样 今天我见他我非要他的命不够 小魏你撒马来干 程耀金一看好小子 今天你还真敢来了 我说魏小姐你怎么没去见阳广家 他这一叫魏小姐魏文通这火就更大了 他纵马五刀直奔 程耀金摆一刀就剁 一刀劈下来了 程耀金一看刀奔这来了 他把大斧子一轮切西果 一斧子又剁来了 魏文通啊吓一跳 魏文通心啊 这小子这是什么招数 怎么玩命来的 他拿刀往我一颗 天涯 二马一错灯 他我都 这车轮大斧带挺风声 奔着魏文通后脑海就来了 魏文通一低头 略微的一吃慢的是送 这支鸡灵啊 魏文通今天插着两颗支鸡灵来的 这支鸡灵被大斧子扫上半截 这支鸡灵够长的时候都好看 来回漂白 扫掉半截 剩俩炸的这嚼子着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像牛魔王一样 魏文通一摸 哎呀 心想这家斧子厉害啊 拨转码头再跟程耀金一对面的时候 魏文通端着刀 对程耀金那可就另眼相看了 魏文通心想 今天我跟他打 可得小心点 两人又一马打对面 魏文通用刀钻往他前胸一戳 程耀金大幅地一摆 吃西瓜 哎呀 怎么还这一下 哎提呀 讨耳朵 这回支鸡灵去半截了 扫不上了 魏文通纳闷 怎么还这三下 俩人再一对面再打 还这三下 魏文通把大刀一摆 微微一笑 小魏 你也不会别的招数吗 嘿 小子 招数有的是 八八六四四 样样精通 咱们是三下 三下来来 我这就连发带卖 教会了 你再使第四招 看斧子 两个人征战在一起 这个是杨林呢 也跟义军打上了 谁正是赤法灵官 善雄信 善雄信 跨其爱眼星 手中金顶早阳朔 跟杨林站在一起 山口这个地方 齐军和官军是厮杀在一处 杀生震天 魏文通和程耀金 两个人打了十几个照面的时候 程耀金可就不灵了 为什么 这招数不灵了 别的招不行了 程耀金看是不好 他须砍一副磨码 往下就败 小子 他回头见 程耀金 跛马往下一败 本来在程耀金的身后 有一个接应他的 是谁呢 铁面判官 尤俊达 安排好了 要接应他 尤俊达这功夫 他一看程耀金 跟魏文通两人 打得挺热乎 尤俊达 催马端插 杀入随军的阵营 带着义军 去缴获兵器去了 就这么个功夫 程耀金败下来 程耀金这一败下来 一看前面没有尤俊达 这心里面可就有点没底了 嘿嘿 老游位 你哪去了 你接应我 怎么到时候 你把我撂抬了 这匹马落荒可就下来了 这匹马落荒 忘记一败魏文通 一看你离开大邦了 我更不能饶了你了 今儿个我要不把你追上 我就事不为人 心想就是你把我坐进这儿 魏文通举着大刀 小背 哪里走 他紧紧追赶 老程这匹大肚子锅锅红 真不错 跑得真挺快 但是魏文通那匹马 也不是一般的马 那是宝马两局 四提灯开 紧紧跟随 程耀金跑着跑着 回头瞧瞧 一看越跑 离着众威弟兄越远 程耀金心里合计 这可不是个事儿 这越跑越远 就剩我们俩了 我不是他的对手啊 哎呀 老程要坏菜 程耀金正在提琴吊胆的功夫 就看有打队过 顺着大道 晃晃当当当来一人 程耀金再马上仔细一瞧 嗨嗨嗨嗨嗨 救星来了 兄弟快快救哥哥 他一招手大道 晃晃当当来的谁 正是那傻罗爷罗世信 这罗世信怎么晃这儿来了 咱说了 魏文通曾经把秦琼堵在那华石塘里头了 罗世信在那山顶上出现了 给了魏文通一石头 抱着大铁枪 往前一咕噜 没从这边咕噜下来 糊涂了 从那边又咕噜回去了 咕噜下去之后 这罗世信站起来拿着铁枪 可拿着找这黄巧哥也找不着了 这两天 罗世信就没离开这一带 扛着这个大铁枪啊 一劲超超 娘嫂来户尔黄巧哥 娘嫂来户尔黄巧哥 转悠了两天了 今天正好有打大盗往这边来 他怎么往这来 他远远的听见这边杀声震耳 他自个心里合起 那边怎么回事呢 打起来了 我看看热闹 扛着铁枪正走 走着走着 正看见程耀金败下来 程耀金认识罗世信 他对罗世信印象特别深 为什么呢 因为罗世信在关键时刻那一出现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善雄信跟罗承在贾家楼两个人撕在一块的时候 谁也劝不开 就是这位来了一抓胳膊 给劝开了 程耀金心里就合起 这傻小子真有力气 可是今天看见罗世信了 程耀金的心里更高兴了 兄弟快快救我哥哥 罗世信你瞧 你不是那蓝电壳吗 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那蓝电壳 快点 那小子又来了 快点替我抵挡一针 罗世信把大铁枪一横 站住 他一喊 站住魏文通 麻豆跟起一楼子 将军 你是什么人 金儿梦奔 罗世信 娘嫂来会儿 黄巧哥哪去了 说什么玩意儿 魏文通不明白 这位找的是娘嫂来会儿啊 魏文通一看 甭问哪 这就是跟程耀金他们是一伙的 他把大刀一举羞走 看刀 这一刀一刀一劈起来 这一刀奔着罗世信脑袋 劈起来之后 罗世信把大铁枪双手一合 开 魏文通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这傻小子能有这么大劲 傻小子这一铁枪也真卯上劲了 也不想打第二下 就这一线的 魏文通这个大刀 开飞了 起来了 在半天窑地转了四五个 说了 这才往地下掉 魏文通一看 哎呀 这人怎么这么大的力气 魏文通一抖了手 拨马往前就跑 问哪跑 罗世信随后就追 魏文通拨马往前一跑的时候 正赶上他的随军一帮队伍 为了保护魏文通跟上来了 魏文通命他的队伍捡起我的刀来 快点往下撤 这帮随军捡起魏文通的刀 随着魏文通一块就败下来 傻小子 罗世信 低着这大铁枪随后追赶 这位工夫程耀金端着斧子也撵下来了 当他们来到夹道沟的沟口这个地方 杨林带着一部分随军 这些是败残之事 全都撤网通关 程耀金一看见尤俊达就急了 我说兄弟 可没有这么干的 你怎么给我打街影跑了呢 我找你找不着了 尤俊达说 四哥 你找我找不着了 你这不也得胜回来了吗 就是啊 这是幸亏四哥我呀 要是别人这不就完了吗 那魏文通是一般的人吗 幸亏我使了一个回马府 把他打败了 要不然的话脑子就掉了 哦 四哥 您最近又学会了回马府了 那可不败 程耀金在这当着尤俊达是胡吹海旁一通 这帮起义军就在夹道沟当中打扫战场 一瞅啊 缴获了隋朝的兵将很多的马皮器械 还有很多的武器 徐茂公一查点 这两千起义军 每人都可以有一件兵器了 武装起来了 程耀金这点乐 看见徐茂公 三哥 你可真有你的 没别的 趁着这个热乎劲 咱们马上兵发通关 有打通关之后 咱们再奔长安 到了长安 把隋阳帝阳广推倒了之后 咱们就坐下得了 这江山就不就到手了吗 徐茂公微微一笑 四弟 要照你那么说 这隋朝的江山就这么垂手可得呀 不能上通关了 咱们不但不能上通关 咱们得马上快跑 你知道吗 这回杨林 他是由于轻敌 带着三千人 奔黄坑岸来了 他是想抄咱们的后路来的 他没想到咱们在夹道沟这射下伏兵 这一战 就是杨林 他心里边有了咱们了 他肯定 回到同关之后 要纠集重兵 翻回来 要追剿我们 咱们打一个胜仗 快跑 徐茂公马上传命令 一军一起渡过黄口 大家伙全都到了黄河对岸 这个功夫傻小的罗世信 在这找到了自个的黄巧哥 同时又在他们的队屋里边 见到了自己的老娘 还有自己的嫂子 见到老太太了 见到贾世了 这傻小的罗世信 就这谈弥心窍的病才算过劲 要不然的话 成天喊娘嫂来回 到黄河这边之后 徐茂公就在这庙里边 把秦穷秦叔宝 以及众为弟兄 聚集在一起 大伙商议 下一步上哪里去 上哪去 大家伙众说纷纭 其说不疑 有的就说 咱们回山东 有的就说咱们奔山西 有的就说咱们奔河南 徐茂公说咱们就这么烂枪 就不行 你们要想上哪去 得说出上哪去的道理 我们现在得需要找一个立足之地 得立得稳 站得住 才能招兵买马 推翻大随 他这么一说 旁边善雄信说了 三哥 我可想起一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要去 正是于我们弟兄在那驻扎 哦 徐茂公说是什么地方 善雄信说 我是天下无路总漂坝子 但是唯有一路 不在我的管辖之内 这就是河南华县和济县当中 有一个地方叫瓦岗山 在那瓦岗山上边 有一个瓦岗寨 那个地方 可以说是帝富民风 正义于我等在那里立足 徐茂公说的好啊 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就奔河南瓦岗山吧 善雄信说可有一样啊 那山上人家已经有了人了 瓦岗寨的大寨主 人送外号小霸王宅让 人家已经把那地方站下了 就怕不给咱们 徐茂公说那有河南 贫道自有办法 来呀 传我的命令 即日兵发 瓦岗山 咱们